第四章 天下三分 江阳起来的大早 风度翩翩地摇着雨扇往帅杖走 走到帅杖前 却现主公提着一把刀要进旁边的小杖子 江阳大惊失色 急走数步扑江过去 主公 刀 刀下留人啊 顾烈跟看傻子似的看着他 江阳话拖出口就觉得不对 被主公一嫌弃 善善地笑 找不到 您怎么舍得把这压箱底的宝刀拿出来 给狄小哥开开眼 这一晚上就从狄小先生成了狄小哥 看来江阳对狄起野之江 才确实是万分欣赏 他没个兵器 借他用用 江阳又一次目送主公 先连进了杖子 似乎有哪里不太对 但又说不出来 将砸四撇之脑后 江阳欣慰地想 主公对善战之才是真好 连特地命人打造的宝刀都舍得送 识人善用 江阳与友荣焉 这是什么 狄起野再和头发较劲 一看顾烈提着把杀鸡肆意的刀进来 煞食松了手 急步走到顾烈面前 就是对锻造一无所知的狄起野 也能看出这把刀的非凡之处 它是一柄还手刀 刀柄最顶端是金色龙环 唯妙唯肖的金龙咸着尾巴 刀柄和顾烈握在另一只手中的刀鞘 皆是十分漂亮的青铜色 是有纤细的金色云龙纹 修长兼刃 暗藏锋芒 雪白光亮的刀身又直又窄 厚实的刀背和锋利的刀刃 构成一个险恶的弧度 刀身上还有滚珠血槽 每道极致 狠道极致 最特别之处在于这把刀是顾烈设计 为了在骑马打仗时更好发挥 刀背加厚 足以承载用刀者全力砍伐的力道 而它的刀柄和刀身都长于一般的还手刀 尤其是刀头拉长的长弧刀刃 足以取走对其人头 方才顾烈先连进账 外头的日光在纸地的刀身上一晃 晕出的彩光 似是弧状光刃 往帐内移化而过 煞时便令人心头一致 杀气逼人 这是一把注定要捣风引血的凶器 青龙刀 顾烈翻手挽了个花 回刀入鞘 把刀放在迪其也手里 见你 当年顾烈还想改善自己的路战风平 打了这笔刀 想着有机会一雪前尺时拿出来用 谁料到他等啊等 等来个用兵如神迪其也 根本不给他留下任何机会 这刀被他挂成了装饰 在武将间是一大去谈 迪其也还挺喜欢这刀 后来问顾烈讨过 那时顾烈正因为 他和丰族首领私下见面的传闻 疑心大起 自然不愿给 赏了别的 到最后 这把凶兵竟然莫怎么上过战场 可谓是宝刀蒙尘 俗话说得好 宝刀配英雄 迪其也抓住刀柄 将刀抽出三分 热烈地打量锋刃 然后好好收进刀鞘 看回顾烈 借我 主公小妾 本就不舍得顾烈脸一黑 下巴往静台一点 坐 迪其也瞬间领会了顾烈的意思 抓着刀往静台前一坐 眼含笑意 老是不客气地 把梳子往身后一地 有毛 伸手拢起乌黑细密的长发 顾烈慢慢用梳子疏通 好在迪其也的头发细滑 被他之前百般折腾 竟然莫打结 顾烈边书边问 如今天下三分 你可知个是谁主 迪其也看着铜镜 仔细斟酌着回答 好似天下皆知的事情 他并不十分清楚 又好似知道的太多 不愿泄露天机 生怕自己说快了 退守北方的燕朝 南清中原的丰族 和主公的储君 将布袋绕进乌发中 顾烈仔细解说道 一是燕朝 群雄反烟后 燕朝退守雍 雷 一三州 位主的是文人皇帝杨平 但三州实质上 是被燕朝的四大名阀把控 二是打云草原的丰族 他们去年冬天 趁中原乱局南清 已经占了西州 三是储君 占了荆州 杏州 和刚打下的蜀州 剩下的三州 秦州 中州 清州 五主 势力纷繁 大多都与四大名阀 有纠葛往来 故而不可拆分看待 除了这三方 还有一些小股势力 战山未亡 不足未惧 狄奇也不能动脑袋 清恩一声未应 又问 主公下一站 想打青州 顾烈手中不带一锦 狄奇也头皮一痛 嘶一声 被顾烈教训了句 忍着 带得发迹书成 顾烈才道 世人都以为 储君会一鼓作气 北上攻秦州 你为何觉得 我想打青州 狄奇也连磕半都不打 理所当然的硬道 丰族已经占了西州 秦州北与西州接壤 南与雍州相邻 打秦州 丰族与燕巢 都有可能为了自身安危攻处 那储君会陷入双边作战 同时 蜀州虽然已经打下 但人心尚不驯服 一旦储君在前方遇困 蜀州人心浮动 有可能后方起火 说得都对 顾烈满一点头 再问 那为何打青州 青州背靠荆州和杏州 都是储君战地 后方无忧 大可放手去打 青州虽与四大名阀 纠葛不清 但毕竟已经部署 燕巢控制 四大名阀不能贸然出兵 就算出兵 也可分而破之 不费吹灰之力 还不费吹灰之力 实话是实话 未免太狂了些 顾烈把梳子 往镜台上一丢 半认真半戏血地说 你这么说话 是要得罪人的 狄奇也对铜镜看看 满意地握着刀站起来 笑得好看 说出来的话 却照样张狂 人人都有嘴 但不是人人会打仗 那意思似乎俨然是 得罪就得罪了 有我能打吗 顾烈皱眉 雨带归劝 你出来乍到 如此树敌行事 日后如何自处 狄奇也眼神绕过他的眉头 歪头想想 笑起来 人言可畏 但主公英明 我如何会不能自处 梁将折己 鹿死攻藏 也许之证明 未遇梁主 顾烈眼前一暗 仿佛又见多年后那天 突然穿起了一身 白衣铁甲的定国猴 他总是一副 潇洒懒散的模样 笑得随意 明明天纵英才 却袖手不理朝中事 末被居在宫里的十日 就找机会四处去游玩 还动用人力物力 往宫里记录上买的玩意儿 绿豆糕的手作方子 琉璃灯 葡草边的兔子 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 闹得文官纷纷蹭他不务正业 鱼肉百姓 几乎要累死在勤政殿的顾列 对着这些餐本 意也不是不意也不是 气得呕心 总觉得迪琪也是故意的 那天是为阳宫饮宴 迪琪也是那副老样子 往嘴里扔了颗葡萄 他不知为何 穿了一身铁甲白衣 不是富贵花 是风俏利刃 潇洒骆驼的模样 把宫女勾得脸红心跳 陛下 顾列那阵子被他气狠了 板着脸看他 他却端起轻玉杯 对顾列一笑 似是刚神游天外 回来一般突然说起 沉在乡间野里 听说披下化线霜 有个别名 叫人言 人言可畏啊 陛下 顾列柔柔眉心 也笑了 那我要是不应命 你就随人去说了 不打算改改 迪奇也察觉顾列笑得奇怪 但莫处寻思 跟着顾列往外走 只说 不会的 他把前半句直接给否了 就是不回答后半句 这么信我 顾列一手掀起杖帘 转头看他 调侃式地问 迪奇也略意思索 认真答 我效忠的是主公 别人说什么 和我有什么前行 忠诚良将 不就该这样吗 这是在棺材里 躺了多少年的 迂腐老儒生 才说得出来的话 你从哪听来的 书上都这么写 他居然是认真的 不是在玩笑 于是顾列几乎要被他逗笑了 那本书上墨写 飞鸟尽 凉攻藏 狡兔死 走狗砰 迪奇也毫不犹豫地回答 一把刀 若再无用武之地 留着伤人伤己 不如断了容了 免得相看两眼 相看两眼 顾列呼吸一致 咬着牙出了杖子 迪奇也莫名其妙地 看着顾列 突然大步往前走 好似在赶时间 于是握着刀 紧跟着顾列进了帅杖 一进去 迪奇也就撞上了 满脸欣慰的江阳 江阳才33 看21岁的迪奇也 眼神慈祥的 像是看儿子一样 他满意地看看人 又满意地看看刀 纯纯叮嘱 宝刀配英雄 迪小哥 你可不要辜负主公一片心意 明了江阳是一片善意 迪奇也笑笑 我一定好好用它 江阳连声说好 不过 迪奇也把一直以来的疑惑问出来 我听说大楚重火重凤 为什么主公的刀是青龙刀 江阳恋爱地看了乡下孩子一眼 解释道 主公武库所藏泼风 平日里常用的紫双剑 剑上装饰 有我大楚的火凤文章 相爷小明 毕竟是墨剑士 堂堂楚王 怎么可能就一把刀 迪奇也的满意度 煞事就低了半分 原来除了这把有名的青龙刀 他还有很多刀 江阳见迪奇也有些不得劲 立刻被迪奇也对主公的如目之情感动了 安慰道 这把刀是主公亲自设计 青龙和火凤一样 同位瑞兽 古语有言龙凤成祥 恢复好心情的迪奇也接口猜到 江阳被这四个字震得嘴角一歪 还莫来得及说话 路易在他们身后哈哈大笑 你兄弟 你可真有意思 顾列坐在帅位上 手指往扶手上一敲 众将各归各位 漠然肃立 闹够了 众将有的嬉皮笑脸 有的寻常表情 但都不敢再出声 闹够了来说正事 江阳 你先来说说 想请不吝点赞 订阅 并无诧 millimeters